动脉周样硬化是无声的杀手 从开始出现,逐步发展 直到形成严重的后果 影响四肢的行动 引起心肌梗死或者中风 那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最短也需要一二十年 那很多治疗方法是病人发病之后才积极治疗 这是被动迟到的治疗方式 病情被耽误了 这就意味着在很长的时间里 浪费了逆转和消除斑块的机会 那还有的人认为呢 已经服药了,逆转也不可能了 其他方面我也不用管了 近几年有一个最大的突破是 人们发现动脉斑块是可以逆转 并且成功消退的 只要当动脉狭窄程度没有超过50% 积极的干预措施 有可能使斑块逆转甚至消退 这意味着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人们有无限的机会可以完全康复 完全恢复健康 斑块消退1% 发生严重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就下降20% 怎么样逆转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怎样完全恢复健康 我们来谈谈动脉周样硬化斑块的逆转和消退 什么是逆转斑块和消退斑块 动脉周样硬化是漫长的,无症状的过程 这种疾病的隐秘性是其最大的挑战之一 它可以在人体内潜伏数十年没有任何症状 但是一旦病变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可能突然发作 比如心脚痛,心肌梗死,中风,心力衰竭等等 那么从没有症状到出现严重的心血管事件 有的时候仅仅是几分钟的事情 那么这种急剧的转变往往是猝不及防的 动脉周样硬化的危害是很严重的 动脉血管内,那些富含胆固醇的斑块积聚 导致动脉硬化和狭窄 那这种病变是心肌梗死和中风的主要潜在原因 也是因病致死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在传统上 动脉周样硬化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逆的进行性疾病 然而近些年随着对疾病的理解 以及影像学技术的进步 有很多证据显示 斑块是可以消退和稳定的 比如说早期降至治疗 那么即使斑块的消退程度有限 那么将来发生临床事件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了 除了斑块的大小 斑块的稳定性也是破裂导致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 所以斑块的消退通常指斑块大小或者体积的减小 以及斑块成分的改善 稳定性的提高 所以我们所说的逆转 并不是简单的逆转斑块的进展 动脉壁完全恢复到原始健康的状态 在早期阶段逆转可能意味着早期 而且病变得完全消退 对于晚期斑块 消退是指体积的减小和成分的改善 降低它的脆弱性 预防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目标 逆转和消退斑块的五个方法 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就来看怎么样逆转斑块和消退斑块 那斑块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那么血脂异常 特别是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高 是斑块形成的主要因素 因此呢 降低低密度质蛋白是有效的治疗和消退斑块的关键前提 这在早期的病变中尤其明显 那么当然这是通过多种模式的干预而实现的 早期动脉周氧硬化斑块是完全有可能完全逆转的 但是晚期斑块可能没有办法完全逆转 第一 饮食改变 植物性饮食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倡导 那么有一项研究显示呢 植物性饮食计划让82%的患者动脉周氧硬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退 低密度质蛋白水平降低了37% 它能够降低心血管的风险 促进斑块的消退 并且具有抗炎免疫调节和血管愈合的作用 还能减轻血栓的形成过程 另外一种饮食方式就是地中海饮食 地中海饮食在动脉周氧硬化斑块的逆转和消退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根据一些可靠的研究显示呢 长期使用富含特级出榨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 能够减轻动脉周氧硬化的进展 在动脉周氧硬化斑块的逆转和消退方面显示出一定的积极作用 比如斑块区域数量减少3% 仅动脉斑块的改善 还帮助清除动脉中的胆固醇 这个过程称为逆向胆固醇转运 还能减少促进血管内皮损伤的炎症分子 总的来说呢 有很多证据表明地中海饮食可能有助于减缓动脉周氧硬化的进展 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斑块消退 这主要归功于它富含健康的脂肪 蔬菜、水果、全穀物、豆类和鱼类 同时限制饱和脂肪和加工食品 地中海饮食通常被认为是预防和管理心血管疾病的有效策略 不论哪一种饮食 总体原则呢 就是包含新鲜的蔬菜、全穀物、粗粮杂粮等膳食纤维 减少饱和脂肪 限制食用盐 并且严格控制胆固醇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应该彻底避免反噬脂肪 第二 定量化和保证时效的运动 运动要达到效果 一定要预定日程 而且呢 进行保证时效的运动 有规律的运动 每天至少30分钟 每周呢 至少5次 这对于逆转和消除板块是有帮助的 运动的时间要量化 效果才能定量 那么它通过减少全身的炎症 增强内皮功能 促进有力板块成功的变化 来稳定板块 并降低心血管的风险 有很多研究显示呢 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高强度间歇训练 都能够促进板块的消退 但是一定要保证时间 时间要定量 而且重复呢 要定量 保证时效 第三是药物的治疗 那么他听力药物和PCSK9蛋白抑制剂等强化降治疗法 那是药物治疗的基础 它跟饮食和运动在内的生活方式干预协同作用 药物治疗是基础 是最重要的方面 有传统的药物和新兴的药物 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通过药物配合治疗 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板块的体积 提高它的稳定性 实现逆转的目标 那么心血管健康状况就能够大大的提高 第四个方面是板块消退的监测 怎么样知道治疗的效果呢 那板块消退的监测是医生的眼睛 它能够准确评估治疗效果 最常用的技术包括先进的影像学技术 比如血管内超生 能够测量动脉中原硬化斑块的面积 以及它的体积百分比等参数 量化进展和消退的情况 再比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对于评估斑块的稳定性很重要 还有生物标志物技术 比如循环生物标志物和炎症标志物 第五个方面是可控因素 比如说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对动脉造成损害 能够加重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因素 睡眠不足 睡眠时间过少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 像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会导致血氧水平突然下降 从而升高血压 过量饮酒会导致心肌损伤 加重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因素 那这些可控因素的调整 也是促进斑块逆转和消退的重要方面 总的来说 对于完全逆转而言 存在一个不可逆转点 过了这个时间点 就进入了动脉中央硬化的晚期 如果是晚期动脉中央硬化 那么它的特征是有纤维化和钙化的复杂斑块 是无法实现完全逆转的 那么钙化斑块尤其难以逆转 那么对于已经形成 特别是晚期和钙化的斑块 虽然难以完全清除 但是积极的治疗能够显著的消退和稳定斑块 这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早发现早治疗是逆转斑块 最省钱又高效的办法 有的人即使已经开始服药了 那么配合生活方式和其他可控方式的治疗 一样可以逆转或者缩小斑块 甚至完全康复的 千万不能认为已经服药了 就万事大吉了 依旧大吃大喝 从不运动 那就失去了逆转的可能性 虽然动脉中央硬化是无声的杀手 我们只要采取这五种办法 就能让动脉中央硬化的斑块缩小和逆转 好了 关于动脉中央硬化斑块的缩小和逆转 我们就谈到这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转发和评论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 有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 谢谢收看 下次见